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一万号发个短信说你们珍贵 用QQ音乐给我放一首成都 好的 正在应用商店并查找给个音乐 帮我自拍一张 帮我找找相册里香港拍的照片 帮我叫一个出租车去春溪路 哪个西路 选下固定地方 居然没问题下单吧 支付宝帮我付钱 我希望自己可以 但支付宝还没有为我进行相关设置 好的 可以付款了 帮我发一条微博说这照片好酷 顺便配上相册里的第一张照片 帮我用相册里的第一张照片发一条朋友圈说这地方好贵 我找到影响刻意的第一有关的网页 检查一下 没问题发布内容吧 你会唱的rap吗 我打不上来 被你发现了 这么rap 是我给你强劲的 你说我一直不变 no no 全新变化rap你直呼 wow wow 没有节奏也可以跟着挥手 我的老实技巧不是任何歌手 那看到这儿相应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三星的bixby我个人认为在国内这个大网页下 还是要比siri聪明不少的 已经基本可以完成我们常用的绝大部分语营指定了 而siri有时候更像是一个智障问啥啥不会 说回来语营助手给我们日常的生活 虽然不是那么必要的功能 但在开车或者双手不方便的时候 确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现在的你会更喜欢siri 还是bixby呢 或者说你和他们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与大家分享你的乐趣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撒码关注VG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